这个加赛的下半场有棉阵 这里是搬掉了机械先知加祭司 怎么说呢 我觉得艾库鬼其实这个班位打是能打 但是感觉这个班位想要真胜的话 好像有点难 因为他放出的阵容比较扎实 然后球者这套阵容拿出来 就是看你把修得快的搬掉了 我就补一些修的 调向师跟勘探员这两个点 上来抓勘探 艾库鬼抓勘探 闪现艾库鬼抓勘探还是挺快的 看火拉到漂亮 没有先知宝的 这勘探员只能靠自己两条腿加两块磁铁 翻下去这边已经反绕了 然后再往里面绕绕回去 磁铁先封口 这边的直火跟上 看一下这边在躲火 往下一跳 这距离上拉近了 找机会交互点的火 交互点的火 躲躲掉了 这边再破一块板 这个艾库鬼是不带底牌的 闪现闪到底的 我觉得他的一个思路就很简单 前期快去抓一个人 抓完人以后开始跟你们磨时间 然后通过自己的闪现挽留 再留一个 吸一手吸晕 看大约这边也不错 口罩里面一个加速 来来来 等等等等 闪现 他这里 在这边等这个点 想闪出去 但是看大约没有翻 他以为看大约往回走了 闪现一刀 还行 调香师电机第一台 应该是差不多 看看能点掉 挂上的话应该是能点掉了 挂在独洞 挂在独洞 谁来救 或者说穷者选择卡死不救 修完以后三个人快速 打个平局也行 外面有个调香师 如果说救人为两台电机修掉的话 还真的可以卡着 因为这把的话 外面的电机是一点都干扰不到的 卡半救呢 就是要争一个三跑了 拉火 躲掉 追一刀 救下来 看大约一块磁铁 磁铁弹一手 往前走 这边翻一个板子 但是这个点的话 得前锋来 前锋已经靠过来了 穷者这边是想要争一个多跑 我觉得这个局 争个多跑其实蛮难的 还是偏向于一个爱哭鬼能保下这个平局的 所以说 其实就一波呢 这个 反而是影响到 求人 哎 前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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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牵 前锋来 回旋 球 没撞晕 打一刀 好了 这样的话 整个局势已经是偏向于 要来撞就 裂开了 应该相信我呀 可惜他们听不到我在说话 这个局真的因为这个勘探员导的位置 包括爱哭鬼挂的这张椅子 其实是很利于求生者 很适合求人就是卖掉这个勘探员 也能赢啊 硬要来打 那差不多可以恭喜LM了 这里前锋 甚至前锋的话应该是挂不了了 因为前锋是打过气球刀的 这边前锋 叫自己 这时间上面来看 因为上一把其实修的也不慢 有个冒险家在 乔亚师赶过来 再过来感觉是个四啊 打一堵火 一 落地一刀 漂亮 那恭喜LM嘛 最后在加赛的时候 RS还是打的稍微猛了一点 他们选择就是硬钢 而不是智取 那我看好的两支队伍都已经离开了我们 我们只能看后面的决赛LM 但我觉得LM打GD的话有点打不动啊 GD确实有点猛啊 确实有点猛 闪现好了 闪现一刀 完成四抓 心疼一波 这打这么猛干嘛呢 你傭兵压在旁边把这个看待员卖掉 我感觉平局很稳 而且修的又快 对吧 这电击点亮了 你跑个平局不就赢了吗 挺可惜的 看起来 是 看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